最近在时代风俊旗下的时代少年团FanClub粉丝俱乐部的官方账号评论区 不断出现催更为全的评论 据网友反映去年10月 粉丝在其官方平台总共花费于550万元 将一块红布舞台表演投票至榜单第二名 应投票规则 时代风俊将为第二名舞台的表演者拍摄Special Video 作为福利回馈粉丝 目前距离一块红布舞台结束已有近一年时间 当初承诺的内容却迟迟不发 眼看真金白银打头换来的奖品承诺迟迟迟不对线 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加入催更维权的大军中来 9月2日晚 时代风俊就媒体报道的粉丝打头奖品未兑现 以及会员经营模式做出情况说明 说明表示追加视频内容已于今年4月拍摄完毕 正在走正常流程 审核完成后就会上架 之前通过电子声写净拍售票方式售卖的票 去年已发布致欠声明并退还全部款项 承诺将不会再通过上述方式售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